有时候很奇特的 那个道教的神还指挥 还托梦给他们的信仰 信仰他们道教的信徒 你们要去供养海盗法师 供养他一部车 连车牌号都给他想好了 说供养一部车 车牌号是9981 这个9981 后来我才发现 我的电话号码最后也是 我正好我是1899 编号号码一直用到现在 超过十年了这个号码 我是1899 倒过来正好是9981 你说这个很神奇的 他竟然叫他 跟道教的信徒 要供养海盗法师 还有的人带话来说 带阎王爷的话来说 海盗法师很出名的 连阎王都知道他的 改变了多少众生的命运 那真的是这样的 那像地藏菩萨 他名扬教主 在十殿里面也有的 地藏菩萨劝化众生的时候 那阎王他们都毕恭毕敬了 不单单 就是比如说 这个众生在地藏菩萨 要救他 阎王爷都很配合的 阎王爷希望不希望众生得救 非常希望的 阎王爷很慈悲的 阎王爷也是菩萨 他不希望众生受苦的 所以我们人间的 我们这个佛弟子们 把佛陀的教法 去实践的时候 去开法会 招请众生 像我们每一位来参加 我们都有历代祖先 历生父母 累积缘情在座 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累积缘情在座 这次的缘情在座就不得了 每次法会去 我昨天就是从那边 北港那边坐个高铁回来 我就是那个椅子 靠了一下后来 等我下车子 我后边就酸得不得了 你说就是普通人坐过的 那个椅子 你看 他都残留的信息都不得了 都不得了 这个世界 那你想想看 那你到处都是 如果没有佛法的力量 你这个世界还了得 那五座恶事 这就出路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三宝哥在座 人天长夜宇宙暗暗 对不对 这个真是三宝在人间 真的是 就想想真的 甚至佛都说到这个 末法时代以后 佛法没有了 三宝都不存在了 有一个很坏的人 五逆十恶的人 他以戏论 他是开玩笑 他怎么想起来了 过去古代有出家人 然后他剃了个光头 拿衣服做了个 不是很像一样的 出家的衣服 穿着这个出家衣服 踢着光头 到街上去走一圈 佛陀就说 世人功德无量 都说世人功德无量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出家人的 这个衣服都是有功德的 所以归一三宝的时候 就讲到 恭敬三宝 恭敬佛 佛的 不论是怎么样子的佛像 都要恭敬 黄金做的泥土树的 都要恭敬 经书也是 经书 不要说一本经书 经书已经就烂掉 烂掉还剩几个字了 一个字了 都要顶败 恭敬出家人也是 不仅仅说恭敬整个出家人 出家人穿的这个生衣 生衣烂掉了 就剩一片布了 就那片布的生衣 都要恭敬 所以这个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 想想那个经典里 告诉我们 我们想想 哎呀 真的是 所以我一出家 我师父就跟我说了 他说 和尚不开口 不知有没有 他说出家人 出家人你只要不开口 别人不知道你 你有什么智慧 有什么 都不知道你 为什么呢 讲这句话 意思就是说 口很重要 不能够乱说 你出家了 不说 你用这个身相 就有功德 就这身相就有功德了 就可以做人天福天的 就连演员演的 对不对 一个演员演一部电视剧 或电影 演了一个出家人 就这个演的 这个形象 在电视上 众生看到了 都功德无量 对不对 都是这样 所以以后啊 我们大师父 在举办短期出家的时候 我们也要出家出家 出家 出家出家 短期出家也好的 出家人一服也穿一下 所以像上座部 他们就非常推广这个 一般性在泰国啊 什么 他们告诉我 就是说 泰国人一辈子 要出三次家 小的时候 抱父母恩出一次家 大的时候 出一次家 积累资粮 积累资粮 这辈子 人生过得顺一点 增加一点福报 老了 再出家 忏悔忏悔业障 一辈子的 他说 我们有一些人 到老的时候 第三次出家 就再不还俗了 就再不还俗了 那个习惯也很好 所以我在藏地 法王如意宝也是这样 他说 你年纪大了 你年纪大了 还不出家 所以法王 他就 年纪大了 也出家 一辈子下来了 赶快出家 临死的时候 穿着出家人的衣服 死 我们出家人里 还有一句话 叫 出家无子 出家无儿 出家无儿 孝子多 出家人没有儿子的 但是孝子很多 因为他出家好吧 他要不出家 他随便什么 哪怕当过 我们这里领导人的 对不对 更不要说 曾华长老 曾华长老 那个圆寄的时候 中台一去就去了 三千多出家人 中台就来了三千多出家人 然后各个团体 各个出家人 那次 那次法会就出家人 就 哇 就六七千 好像 六七千出家人 再加上一些各团体的 居士 哇 都 一两万人 好像 连这里 好像那天 那个现场去的 那个副总统 吴敦毅的 吴敦毅都清零现场 我讲话 然后去致敬 鞠躬 大家还记得吗 你看 一个出家人 这就是享受的殊荣 不要说他老人家 就是占星法师 没出家几年好了 你看他一去 其实都是不得了 你说以后这不错呢 这我以后也出家 这我也享受这么一个 豪华的这个 最道会 不要这么想 这样想不好 想不好 我们出家人死的时候 不讲究的 随缘的 因为他 因为他接了很多的善缘 那个 占星法师 他一直就 就是爱护小沙迷啊 这样子 他虽然一直生爱 但是他就 勇猛精进 勇猛精进 非常的慈悲 对不对 看着老人家非常慈悲 他这几年 他这几年 就是出家那几年 修的大功德 但是我们出家人 也不讲究这些的 一般是从灵力 出家人 灵命中很简单的 出家呢 常住 给他 就是主治人 给他灵斑 念佛 念个三天 然后 入坎 坎一入 手作 就寺院里一个手作 然后就给他说一个 起坎 然后 举火 然后 涂皮 涂顽皮了 扑通塔 就很简单的 其实倒没有什么那个的 出家人嘛 叫身住丛林 死路塔 不讲究什么 不过我们生命体系 比较特殊啊 因为 新菩萨道的 新菩萨道的 这个就不一样 这个福报特别特别的大 只不过就是 我只讲就是 他还是不一样嘛 如果一旦出家 还是不一样 你穿着出家人的衣服呢 那去世的那是 特别棒 所以我觉得还是 我有时候我也想想 哎呀 你法王很慈悲啊 鼓励大家 哪怕一辈子 前面都没有出家 到后来老年出家一下 也好的 有时候我也想呢 老年出家有老年的好处呢 老年这个时候 人生阅历很丰富啊 出了家之后 会老老实实的啊 老老实实的 也有好处 所以小 也可以 断起出家 老老 干脆安排安排好 长期出家 我这讲了 有没有人行动啊 有没有 没有 这笑是什么笑 笑我的 还是笑你自己的 这个 其实 就是 深宝是 就是说 这身身装的加持力非常大的 我跟大家以前有讲过嘛 有的人老是被附体 被附体 附体 还有我超度的 累的不得了 后来就只要把出家人衣服往他身上一盖 后来就不被附体了 后来没办法 我就怎么办呢 像你这个怎么办呢 算了吧 出家吧 哇 他眼泪一大把 后来想想想通了 出家 短期出家 讲好的短期出家 那我给他出家的时候 我说 我说出家 现在替度 给你替度出家 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长的还是短的 他也想想 他说 心是真的 心是真的 但是身体是短的 身体呢 这个身体 短期出家 但是心 反正是真的 按号对了还可以 就给他踢度 真的啊 那个出家人衣服一穿 出家鞋子一穿 就不被附体了 其他众生就靠不了他了 这说明这出家衣服 哇 这出家衣服 这有加持呢 所以到大陆去啊 那个我们 大师父啊 珍贵的海上法师 到大陆去 大陆有很多老太太 都知道这个的 老人家 老传统就知道 哦 出家人的衣服 有加持 你们录像里 有没有看到 法师走到哪 你看到有很多老菩萨 上去 法师的衣服 拿一把 摸一摸也好的 摸一摸 反正三宝的 所有一切都有加持的 所以大陆的那个 连那个柱子啊 都摸得亮亮的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个在台湾啊 只有那个神道教的 他们还保持这种传统 哦 到 到这个神 这个道教神殿里啊 啊 这个摸一摸 治什么病 那个摸一摸 治什么病 然后到神道教的 那个地方 你看了 那个东西都被摸得亮亮了 对不对 有时候佛教里的 我们都忘掉这个了 忘掉这个传统了 哎 这个 这个 所以还好 我们 我们备院讲堂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 啊 这个装修的都